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用茶 谢谢 不客气 先生请茶 您几位请慢用 我们正在说声音大 这位服务员的声音更大 茶馆就是最热闹的地方 有的人还把舞台搬进茶馆来了 在茶馆里唱戏比这儿还热闹呢 我觉得在公共场所 说话的声音应该小一点 来中国以后我发现在不少饭馆 商店或者车站 人们说话的声音都很大 说实在的 我真有点不习惯 到茶馆来的人都喜欢热闹 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聊得高兴的时候 说话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 喜欢安静的人不会到茶馆来 他们常常到别的地方去 比如去咖啡馆 林娜说得对 在公共场所 有的人说话的声音太大了 我想在这儿聊一会儿天 可是你们都觉得这儿太闹 好 咱们走吧 前边有一个公园 那儿人不多 咱们到那个公园去 再散步 好的 咱们一边散步 一边聊天 服务员 这是什么事